我注意到昨天 今天 日本 澳大利亚 以及美日 举行了有关的会谈 磋商 对中方的内部事务 指手画脚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 中方在台湾 以及涉海 涉疆 涉港问题上的立场 是一贯明确的 我们对美日澳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编造虚假信心抹黑中国 破坏地区国家团结互信的行径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以就此向有关国家提出了严正交涉 维护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 需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尊重多年来形成的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架构 走团结对话合作之路 美日澳嘴上说自由 开放 包容 实际上却在拉帮结谎 搞针对他国的小圈子 炫耀武力 进行军事动核 这同地区和平发展的潮流 完全背道而驰 也与他们自己声称的 反对威压 胁迫 自相矛盾 国际社会对此看得清清楚楚 美日澳现在最应该做的 是切实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 停止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计划 停止推进向太平洋排放 辅导核实骨污染水 停止否认和美化军国主义侵略历史 借渲染炒作周边局势 谋求军事大国地位 停止挑动地区国家分裂对抗 要做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建设者 而不是散布谎言 设置障碍的麻烦制造者 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禁令 两国之间有着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中方筹办北京冬奥会以来 朝方始终予以积极支持 我们对朝方1月5日重申支持和声援 中国举办一届隆重精彩的奥运盛会 表示感谢 这次朝方由于一些特殊原因 无法参加北京冬奥会 中方表示充分理解 中方愿同朝方继续加强 包括体育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合作 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与时俱进 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我不掌握你提到的有关的情况 我要告诉你的是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你提到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 中国政府一贯要求海外中国公民 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我们敦促美方 依法客观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 切实保障涉事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 中方注意到哈萨克斯坦当局 正采取一系列的有力举措 打击暴恐行为 维护社会稳定 中方支持一切有利于哈当局 尽快平息事态的努力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 在哈须意制造社会动荡 煽动暴力 作为兄弟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 中方愿尽己所能 向哈方提供必要支持 帮助哈方渡过难关 维护成员国及地区的安全稳定 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一贯宗旨和任务 中方及上河组织的其他成员国 高度关注哈国内局势 相信哈当局能够妥善解决问题 支持哈方尽快稳定局势 并愿推动上河组织 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我不了解相关的情况 我想强调的是 中方在本国领土上开展 基础设施建设 完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旨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安全 同时致力于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 希望美方吸取教训 不要重蹈喀布尔时刻的覆辙 不要重演民主峰会的闹剧 不要再把民主当作政治操弄的工具 努力把自身的民主赤字问题解决好 站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正确一边 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正确一边